灰虫是小孩子非常容易得的一种病,很多家长不当一回事,觉得谁没长过呀,拉出来不就行了吗? 其实灰虫是会给宝宝的健康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的,灰虫容易造成儿童食欲不良,甚至会造成贫血,生长8月10晚的状况。 如果灰虫在宝宝体内移动的话,还会引起脑膜炎等疾病,但是那么小的宝宝又不会说,我们该如何判断孩子是否患了灰虫病呢? 一,肚子痛,宝宝经常感觉肚子痛,大人揉一揉又不痛了,但是过没多久,又会出现腹痛难忍的状况,这个时候,大年轻应该要注意一下了。 二,长虫斑,肚子里有蛔虫的宝宝,会在脸上或者脖子上会有一些淡淡的白斑,一般很不容易引起重视,因为这种白斑和皮肤干燥气皮是很像的,需要仔细观察。 三,睡觉磨牙,肚子里长蛔虫的宝宝会睡得很不安慰,经常出现磨牙流口水的现象,还很容易受到惊吓,也就是老人常说的惊论了。 四,眼霸有东西,一些宝宝肚子里长虫比较严重的话,眼霸也会出现一些义务,家长可以注意观察下孩子的眼霸是否是干净的。 五,潮湿,肚子里长虫的宝宝会非常潮湿,但会变小,会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,比如说捆手,吃纸,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也一定要留意。 六,情绪暴躁,肚子里长虫的宝宝情绪会变得很不稳定,晚上睡不安慰吧,还很容易出虚汗。 面对宝宝的情绪妈妈们要理智的去对待,因为这很有可能是宝宝生病的表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